大家好,欢迎光临美居家居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非常简单使用的伸缩杆 好安装好拆卸 吃到杆子第一步不要旋转 带四个愣的塑料头 这个是微条 不要旋转 第一步要先把杆子拉出来 拉出来个几十厘米就可以了 如果要穿挂环 穿窗帘 可以左手握着吸管不动 右手逆指针 就是上身边方向旋转 微条 把微条旋转掉 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开始正式安装 直到杆子第一步 杆子拉长以后 左管放到左边 吸管放到右边 左手握着吸管不动 右手 顺势针 往前旋转微条 把微条和细管子 直接拧紧 拧不动就可以了 不需要太紧 然后 现在进行第二步 把杆子伸缩到需要的长度 两头都顶到墙面 然后左手握着 然后左手握着 触管不动 右手握着吸管 往前旋转 一边往前旋转 一边往右肉连力 一直到旋转不动 这个尽量凝紧一点 然后现在 调一下水平 把方条调正 然后进行第三步 第三步是左手握着吸管不动 右手逆着针 往身边方向旋转微条 旋转不动就可以了 现在挂个预脸 挂个窗脸都可以了 想要安装的更牢固一点 就是右手捏着微条不动 转着微条不动 左手旋转杆子 往前旋转 这样就很牢固了 先给大家测试一下程度 我的体重是180斤 杆子是1米1亿 直204的 就是110至204 是几款的 墙面距离是大概1米2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不会下滑 现在测试一下中间的程度 这是碗碗一层水 把这挂钩把它挂上 这层水大概50公斤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点问题没有 这杆子还有 生机款的杆子 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很容易拆卸 右手捏着微条不动 左手往身边旋转杆子 就可以把杆子卸下来了 然后左手握着突板不动 右手握着细杆 也是往身边旋转 很容易就可以把它转转松 就可以收缩起来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墙面 因为墙面是没有任何损伤的 好 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欢迎大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